白俄羅斯反對派政界人士 桂哈諾夫·斯卡亞說 他已經做好成為國家領導人的準備 此前 長期擔任白俄羅斯總統的 阿歷山大·盧卡申科 在有爭議的選舉當中 被宣布為獲勝者 引發大規模的抗議 盧卡申科星期一說 他對舉行新的總統選舉持開放態度 但前提是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 盧卡申科乘坐直升機 飛到首都明斯克的一家工廠 以爭取支持 大工人對他學賭彩高夫滾開 他的競選對手桂哈諾夫·斯卡亞 在立陶宛發布的視頻當中發表了講話 他說他們的目標是 平息局勢進入正常時期 釋放政治反 並且在最短時間裏 創造條件和立法基礎 組織新的總統選舉 真正、誠實和透明的選舉 一個將會被國際社會毫不猶豫地接受的選舉 桂哈諾夫·斯卡亞還呼籲 白俄羅斯軍方 加入抗議者的行列 在星期一 此位活動持續進入第九日 越來越多來自國營工廠的工人 加入了罷工 抗議他們所說的選舉舞弊 盧卡申科星期一對工廠的工人說 如去落臺 國家將會崩潰 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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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這以來 本來的更新民機 感谢观看